台美合作的卫星计划 浮卫7号预计在6月22号要发射升空了 科技部跟国务研院呢 特别选在发射前一个月的今天 举办了一个大型的空拍活动 有1400名景美女中的学生 在地面排出浮卫7号的英文缩写FST 甚至浮卫5号上午在11点经过台湾上空时 透过浮卫的镜头捕捉了这非常难得的一刻 也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传达出对夫妻发射的祝福 女中 精致独虹 太阳深海 继续深空 穿着显眼黄色运动服 景美女中学生排排站 仔细看排出自行FS7有玄机 是台美合作计划浮卫7号的英文缩写 特别选在夫妻发射升空前一个月的这一天 全校共同进行一场 史上最大型的全民太空任务 出动1400名学生大阵仗 披上外套趁着浮卫5号上午11点经过台湾上空时 透过距离地表720公里的浮卫镜头拍张照捕捉画面 希望透过这次的超大型空拍传达对夫妻发射的祝福 可以参与这次浮卫7号的发射系列活动 我们真的觉得非常兴奋而且非常特别 也因为这次的活动 然后让我觉得我对于台湾的太空科学分担 这部分有了一股参与感 浮卫5号要通过台湾这边这个上空 所以这一次是第一次全校一起来走这个活动 我觉得好不容易 预计6月22号发射的浮卫7号主要任务除了气象预报 也研究气象变迁 而这回肩负拍照任务的浮卫5号 主要是提供及时的卫星影像 进行国土遥测环境监控 服务充分发挥卫星取向的功能 记录下这难得的一刻 我们希望太空计划是一个台湾的大计划 应该让台湾的民众跟我们的太空卫星更多的连结 这个是一个示范 那将来每两天一次 太空中心会公布那个实验在网站 那也希望说台湾的民众可以有更多创业的点子 太空任务不再遥不可及 透过这次高空取向活动 缩短与民众之间的距离 接下来张俊涵SNG小组台北报导